在如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代 各大品牌都相继推出了自家的电动车型 今天我们的主角Golf GTE 作为一款大众旗下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30万元的售价相信是很多朋友所难以理解的 何不直接选择购买一辆动力性能更好 售价便宜10万的Golf GTE呢 那么GTE相比普通版的高尔夫 又有多少的区别呢 其实答案很明显 高尔夫GTE是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这也就意味了它的细节设计动力系统 甚至是传动系统等方面 都与普通版高尔夫有着很大的区别 就外观而言 蓝色的GTE徽标 以及贯穿式的蓝色设计线 运动侧群 暗色尾灯等细节 都是高尔夫GTE与众不同的象征 在车内 服以蓝色缝线装饰的方向盘 真皮座椅 挡霸以及混动车型专属的仪表盘等 也都是区别于普通版高尔夫的明显特征 那么看完外在 再看内在 当GTE的电动机和发动机 同时进入全力工作状态 整个系统可输出150千瓦的最大功率 和359米的最大扭矩 而这使得GTE能够在7.6秒内 完成百公里加速过程 但这话要说回来 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加速快感 GTE不是应该更优秀吗 其实相比GTE 油耗是GTE最大的特色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高尔夫GTE理论上可以纯电行驶50公里 换句话说 在这50公里内 GTE就是一辆零油耗的电动车 但这样的理由 真的能够让消费者 甘愿多掏出10万块钱吗 反正要是我 我肯定不愿意 不知道各位车迷朋友们怎么看呢 我肯定不愿意